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润豪和白眼则止步首轮,赛会未免冠军,前不久刚刚摘得亚运会男子网球单打银牌的中国小将吴宜炳,仅耗11小时13分钟,便以6-4,6-2击败赛会5号种子,世界排名比他高出102位的日本选手天田豪,同样直落两盘闯关成功的还有迟拜卡参赛的特日格勒,他以两个6-3击败罗黎人为科多晋级次轮, 首轮上演的两场中国得比中,无比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,用2-6,6-2,6-3的比分逆转击败从资格赛闯入正赛的白眼,而张之珍尽管在第二盘挽救三个破8点扳回一城,还是大比分1-2不敌李哲无缘次轮,李哲下一轮将面对吴宜炳的挑战。 另一场吸人眼球的密歇根内战之中,中国小将华润好手盘发挥出色,但在第二,三盘没能抵挡住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学长庄吉生的攻势,大比分1-2和副赛会头号种子,庄吉生将在下轮遭遇无敌。 张展以3-6,7-5,4-6被哈萨克斯坦选手布伯利克击退,同样止步首轮,虽然在单打赛场失利,但双线作战的张之珍华润豪用默契,的配合战胜一队跨国组合,在双大赛场收获开门红,另一队中国组合和叶聪曾是红泽,不敌对手,无缘晋级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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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